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安迪 前段时间不同视频网站同时上线了老友记的第一季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按刷那段属于自己的无可替代的时光 看着同时在线人数就知道了 老友记有什么 他拥有养眼又鲜明的衣橱 温情又幽默的情节和众多中毒性技巧的语录 今天就根据担任了老友记十年十季的系服设计师Jeffrey McGuire 也在不同时期的采访来看一下目前第一季中 幸福作为一种像影域一般的存在在角色上是怎样的 首先让我们先把时间先倒回28年前 1994年,印象别具风格的咖啡屋中 几个人正为坐沙发前交流自己的生活 这家咖啡屋就坐落于Monica的公寓楼下 Monica是老友记中的一名美食师作家,也就是厨师 工作时身着白色正式的制服 到了休闲时的OOTD,就是Debra自由发挥的舞台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颜色方面的新头号 Debra本是一名画家 怀着对戏剧的热爱 一步步转行于80年代初踏入戏服领域 在开始这个项目后将对于绘画的理解带入老友记的异想世界 从色调开始定期表 Monica的艺术对于她来说就是有黑白灰红伯根蒂色全面铺开 在Debra的心中这是属于纽约的一种色调 第一期中这些色彩多以大色块的形式出现 没有过多的图案设计,再看扩形 整体干净利落,宽松适中又不是服帖度 这让我想到在Michael Kors有关90年代的短片中 造型师编辑Polyminan评价 他认为Michael Kors的时装就是美式休闲服饰的最佳模板的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过度的装饰设计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实用随性的 考古当时的秀场 Debra选定的几个色调也是其中可见的选项 当然,Monica的风格与她相比不是完全相同匹配的 不过确实可以透过这个来自纽约的品牌一探当时的风向之意 有趣的是Debra曾表示对时尚并没有太大兴趣 在当时则是想要针对角色做出造型选择 不过如果换个角度去想 当她想要让Monica的造型看起来很纽约时 一切是自然而然的 Monica和Phoebe才学走向爆刊亭 Phoebe想买每日新闻,看看星座,查查近日运势 突然这名男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目光随之移动,一不小心就有了刚刚那一幕 与Monica黑色外套,黑色围巾,黑色被雷帽形成鲜明对比的Phoebe 可以说是行走的色彩图案复顾一架 设计师手下有关Phoebe色彩的关键词在我看来是她 Colorful 也就是说她的OOTD就是游走于浓郁的色彩边缘 这个色彩都可以成为色盘中的一员 但无法简单地用色彩阐述 那么这些色彩的载体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图案则成为其中焦点 在Debora的采访中除了五颜六色外 周中强调的也确实就是图案 图案 图案 编布的波点 涂牙感应化 花卉图案 刺绣外套 Phoebe硬是能够将这复杂的图案通过叠中叠稳稳地打捏住 很多人都说Phoebe四代波西米亚方的神秘气质 而这也确实是Debora的意图之一 现在如果谈到波西米亚一般都会和几个线索有关 有艺术相关特质 有才华 同时生活方式和态度上特立独行 不墨守成规的一类人 若从服饰的角度来说 现在常见的波西米亚服饰风格 一般被认为与六七十年代西皮士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两者起源不同 但其中态度内核有所交集 有了融合发展的温床 波西米亚风格中大量的服饰元素也就自然而然沉淀沿袭袭下来 而这也是Debora主要提取元素的时代 繁复的饰品 来自不同主题的印花、渣染编这类单品 不拘一格的混搭层次都是可选择的素材 在第一季Phoebe的身上几乎都可以找到 还有这多次出现的浓浓波西米亚风格的流速背包 使用混搭纯色单品调和饱和度 这样的风格对于这位传播爱与快乐 总是有着出其不意的奇想的人物确实很适合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 马上是Phoebe的吉他演唱 没错 Phoebe的主页是按摩吃 但平日里也会时不时在咖啡馆助唱赚点另外的家庭 看到这身紫色内搭让我想到 在针对Phoebe的造型触稿中 设计师选用了有着罕见的 有灵性的 独一无二意味的紫色 或许这也代表了她对于这个角色的出印象 此时正在为Phoebe随后的演唱进行介绍的是Rachel Rachel是一名来自长岛的富家女 从婚礼上跑出来找到了Monica后 忍痛断信用卡 摇身一变咖啡馆的服务生 上演自立谋生的戏码 Jabro为Rachel定下的色调是蓝色系和绿色系的 活力感十足的颜色 第一季中Rachel的蓝色系主要通过dining材质体现 工作场合是有其多 尤其是场景可以看到咖啡馆其他工作人员 也有蓝色着装 多少有点工作统一色的意思 绿色系在第一季中体现不多 短袖加樱花长裙 然后这首就可以说得过来 在针对Rachel的造型初稿中 这一套的上衣和短裙分别在不同场合完美复刻 短裙上的隔纹让人想到另一套搭配近细白袜的装满 这种preppy校园风 在之后的竞争校园影片中都能够看到一抹身影 对于设计师来说 Rachel还是一个钟爱时尚的人 比如当他收到助理买手面试通知时的那份激动 依旧历历在眸 镜头转向他身上这条长扮裙上的花纹 也是有几分Missoni的意思 再比如这套裙装 侧边扭扣布地脱离半脸裙 是第一季目前为止从未抽象过的设计 再搭配一件黑色西装 此时他正在机场准备迎接Ross的回来 几十分钟前他真正意识到对Ross的情感 所以抱着花束特意赶来迎接 第一季就以这个场景缓缓结束了 好了那本期针对第一季 其中三位主演的戏服就先解析到这里 如果喜欢亲爱看到其他主演和技术的戏服 不要忘记多多点赞关注告诉我 我是安迪 下期见